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夢或E夢 今天這集算是有一點閒聊的感覺啦 跟大家聊一下這次聯盟戰更新的東西 有兩個更新的東西要聊 第一個是這個補償刀 補償刀是可以替換陣容換角色連豬腳都可以換 但是我發現還是有很多人不是非常理解 這個可以替換角色極致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就藉由這部影片來跟大家看一下實際的演示一下說 他的機制到底是怎麼樣 這一個例子是我今天我自己使用的刀 我就錄影了一下 這刀是我的第三刀 第三刀預計是要打三王的弓箭手的那一刀 但是下午打到翼王的時候 翼王就是沒有人要尾 因為我的聯盟比較少人會出一刀打翼王的陣容 所以呢就會打六百萬六百多萬 就會需要另外一刀去把它尾掉合刀 那合刀的話只要4.3倍就可以拿全反 那這個我在這邊 然後還有之前講的這部影片有介紹過了 所以如果你還不太清楚 這個全反補償刀是怎麼回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這兩部影片 我貼在資訊欄的地方 那總之呢我就是決定說要出這一刀去跟他合刀 然後拿全反就是1分30秒的補償刀 然後呢再換這個弓箭手刀去打三王 這樣子 這是這一刀的計劃 那這一刀呢目前這個 陣容啊是硬湊出來的 就是說因為翼王的防禦比較偏高嘛 所以呢我就用比較多的魔法破防 然後用聖誕伊莉亞去硬把傷害打起來 可以打到400出頭萬這樣子 那400出頭萬的話他只要可以打到600多 可能620 630我就可以拿全反的補償刀 我們的如意算盤是這個樣子啦 那講到這邊呢就來先打個岔講一下另外一個更新的東西 這個BOSS呢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LIMIT的圖樣 在這個龍的左上角的破防旁邊的那個小圖式 那個小圖是新年凱流之後才使裝的東西啦 台版算是提早把它裝進來了 那個LIMIT的東西就是說 當你的傷害達到一定高的數值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LIMIT的 算法去遞減你的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樣子的東西啦 這個傷害呢是85萬 也就是你單下UB超過85萬的時候呢 你的傷害就會被限制住 大概會被限制在90萬左右 就沒有辦法再上去 你要再上去的難度就會越來越高 因為他是透過那個算式去幫你壓傷害 這個是新年凱流 日版那個時候是新年凱流出了之後才實裝的東西 所以台版算是提早實裝了啦 因為我們下個月要開新年凱流嘛 所以他現在提早實裝這個東西也是可以理解啦 所以呢 我們的新年凱流就不會有日版一出來的時候 這麼猛 但是還是很猛好不好 單下UB可以到90幾萬 還是非常的強勢啦 所以 那個LIMIT是這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新年凱流那樣子 超級高的傷害量的話 那個LIMIT是影響不到你的啦 所以現階段就不用理他 好那在講這個LIMIT的時候呢 我跟聯盟裡面的朋友討論完了 我要把這個核刀出完 這個核刀出完之後呢 就是會拿到全反的補償刀 其實這個核刀的機制 還是很不錯啦 就是如果是有在爆刀的聯盟的話 有這樣子的核刀機制 對於尾BOSS的一點點來說 幫助是非常大的 可以增加補償刀的 秒數 畫面上面可以看到 我拿到1分30秒的補償刀 那中間這邊稍微再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核刀的時候啊 你的傷害 右下角的傷害是假的喔 你實際上的傷害是這邊 這個傷害報告的傷害 那如果是之前周末的 已經過去的話 可以在這個討伐資訊這邊 查詢喔 就可以查詢說 你實際上打多少傷害 那右下的傷害是你的裝置回報 所以那個傷害是 假的喔 要看這個討伐資訊 這個才會 準 OK那再來就是要打 三王囉 二王推掉要打三王 那三王點開來就可以發現說 我的畫面上面會有顯示說 我上一次參與過本戰的角色是哪些嗎 他會顯示已參與過本戰 那包含租角也是的 所以說 像這個 例子來說的話 就是我五個角色都要換掉嘛 因為我要直接出那個弓箭手刀 所以我就是直接換成弓箭手刀的五隻角色 連租的角色也全部都換掉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會等於說我用了 十隻角色 那這十隻角色都會 可以視為說是用過的 就是已經用過已經不能再使用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開始的時候他也會跟你講你用了哪些角色 然後也會有中文的提示跟你說 這些角色你就是已經用過了 那之後呢就會不能再使用 所以呢 如果今天是第一刀或者是第二刀的話 就要再 多去思考一下 這個換陣容要怎麼去替換啦 那如果說是第三刀 像我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五個角色直接換掉 隨便他 反正今天最後一刀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說 這一個月開始 在聯盟戰的尾刀的部分呢 會 有更好的彈性啦 就是跟合刀去做搭配啦 像我這部影片展示的 我今天使用的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 蠻好的使用方式啦 就我可以去做一個尾刀 然後拿補償刀 然後直接再換另外一個 陣容 這以最後一刀來說 靈活性是高非常多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詳細的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個機制到底是怎麼運作 展示了一次給大家看 後面正在打的這個是 手動刀啦 這個手動刀 我是在Discord群組 已經有 已經有公開了 只要加Discord群組 就可以看到 這個我目前在按的手動刀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更了解 這個機制是怎麼回事啦 然後還有講一下 Limit的機制是怎麼回事 那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